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这次带大家拍一座西湖北侧 海拔78米的宝石山 别看海拔只有两位数 山点的景色可不一般 这次我选择从山的北侧 游不到路口上山,西湖边下山 你可以走反方向的路线 首先走过这段优深的石板路 之后你会逐渐踏入 左右都是竹林的小路 走在这样幽静的小路上 阳光透过竹叶的间隙射击来 这感觉仿佛自己走进了国画里 正如李白施静荣所说 绿竹入幽静,轻我服行医 走过了竹林 后面是这样的静绿小路 由于山本来不高 所以就只有一小段抖一点的路 走到一座小山头后 向左拐 就是你就可以远远地看到保住它 后面我发现了一条别人长走的近路 再是石头就下来了 之后就来到了这里 顺着这根长长的枝条 你就来到了石室俏欠 穿过狭窄的石缝 顺着巨石上凿克的台阶 就爬到了这里的山顶 此时你可以以最好的视角观看前方的西湖 左侧的宝处它 而背后这是城市里的高楼 此时脚下的石头都是泛着红色的 手摸起来也非常光滑 古时候这里是没有树的 都是巨石 所以更像一座巨型宝石 光照下如流霞缤纷 熠熠闪闪光 因此取名宝石山 在这里几个山头总会有人爬上去 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这里的左侧 穿过一条更长的石缝 穿过一条更长的石缝 还有人下来吗 还有一个我 还有一个你 每次走这里的时候就想 这里叫登开岭 江川是吴越前往社朝的地方 这里我还偶遇到了一对拍婚纱的情侣 从登开岭走出来 就在了宝处塔下了 之前在龙翔桥去西湖边 总能看到远处一座 又细又尖的小塔在北侧 今天终于来到它脚下了 宝处塔 因为五代吴越国宰相吴远爽 为又国王乾红处去京 平安归来而建 出建九级宁应天塔 又称宝处塔 现在的塔是1993年修复的 高40米 塔为砖石石心结构 有句话是这样对比宝处塔和雷锋塔的 雷锋如朗娜 宝处如美女 宝石山这里还有很多奇特的巨石景观 一定要亲自过来 才能感受它的美 登上这里的山 欣赏周围的景色 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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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